好的,各位同学,下午好啊 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这个东西对人没什么影响 之前有跟你们讲过这个问题 手机号码对人的影响并没有特别大 你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尽量选上升序列吧 好吧尽量选上升序列 自己使用神的数字多一点的 好吧 嗯 车牌号码 手机号码和奇门看的还挺准 用手机号看工位嘛 嗯 但凡一个正了八经的艺术它一定要有主体课题哈 你们要搞清楚 嗯 你如果单独一个手机号它既没有主也没有课 怎么产生急凶呢 怎么产生影响呢 这个数字那个能数字能量这个东西在很多年前都已经被人打架了 好吧 之前有很多人搞着数等量课卖高价手机号 都被都被抓了好吗 这东西属于诈骗了 哈 所以我说 不不不不不要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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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迷信 明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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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方街府已经讲过了呀 嗯 我们在这间课上是不是讲过修方街府啊 修方街府本来也不难 但是基于之前我们的飞行体系上的 嗯 你按照那个 呃 飞行就行了 解释下公元年现在2022年就是公元2022年 好吧 嗯 讲了哈 回头看课吧 就这讲过了 那讲后排大幼年跟正常排大幼年一样啊 按照大幼年口诀是排就行了 修方街府我讲了吧 我记得我讲了呀 那节课 就是 比较 之前比较密的那节课 你们可能就光 光看什么 光看这几个 就是 简单的了 嗯 讲了哈 你偷偷看一看吧 这个东西 不可能说是你老在这死咬着没讲他就没讲的 录像里边都有 好吧 录像里边都有 没有带过 我有最起码拿出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去讲过这个东西 嗯 能明白吧 而且 曲方街府 曲方街府只是属于一种树 它并不是属于一种风水判断的方式 所以 这个东西它也没那么复杂 你就按照上课讲的那个步骤来提醒布置就行了 好吧 嗯 在这哈 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回头看吧 哪不会的问班主任 嗯 没结束 当时我记得还有15分钟左右开始讲的 已经讲了15分钟了还不行啊 它就类似于活躁 方法可能还没有活躁 它需要讲究的还没有活躁那么多 嗯 这东西有点浪费时间啊 再去讲 能理解吧 回头多看一看吧 课上已经讲的很仔细了这些东西 多看两门课对你们没没影响的 好不好啊 就是看问问同学是在哪一节课的后边15分钟 然后呢你就就看那15分钟多看一看 好不好呀 嗯 就看看那15分钟哈 因为它确实没那么多大的一个延延伸的点 第七课是不是 第七课的最后15分钟哈 去看一眼吧 好不好呀 嗯 你不能什么都指着你之前的哪没学会我每节课都给你重新倒过来翻一遍 这个就有点太太浪费时间了哈 太浪费时间了 行吧 呃 那么我们这节课讲 行善实话的一个问题 呃 还有一些对于之前布局的总结哈 对之前布局的总结 这个 布局总结啊 算是比较细致的地方吧 好吧 就是关于你们家里家里当中其他的一些个 就是除了杨栽私钥哈 可能以外的一些位置的就是布置方式 呃具体的话呢给你们写在这个P里边 我给你们简简单的讲一下 大家按照这个P里边所写的去行布置就行了 好不好各位 啊 这个我简单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都是大白话 他的布置呢 只是说在位置方向在位置方面有所有所差距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讲究 呃 简单的过一下哈 这个问题 因为给你们说个文 呃讲这个杨栽 那么首先啊 关于这个公司的问题哈 你们很多人都比较在意的 公司内部的公司内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各个功能室的布置 呃公司外局是不是给你们已经发了那个 金锁预关了 对不对啊 公司外局按照发的金锁预关上面的资料 来进行布置就行了 好吧 啊那个就不多讲了哈 外局方面 那大型大型是蓝头 就不多讲了 那么按照这个公司的这个呃 你自己的内部这些个构造 好吧啊 自己内部构造 没有没有啥呀 三颗门牙 绝对发了哈 每个群都发了 我特地让你们班人去看的 他不会给你们每个人单独去私聊法 都是发在群内的 你们就多看看群 啊 找到一下那个群文件上面绝对有 好吧 呃 不是给你们发的各自的微信当中的 都是在以群来群为单位沟通的 就到群里边去找就行了 这个东西自己掌握点主观的动性 嗯 行啊 大门 呃 首先啊 关于你们这个 关于你们这个公司内部 大门是非常重要的 肯定是要 呃 第一个去 第一个去看的 第一个去布置的哈 尽量把这个公司大门啊 放在这个声望方 他这里的声望方呢 是指你这个公司法人的命挂 好不好啊 公司法人的命挂 你购买的当中不涵盖这些明白吧 你花了点钱 你给你发那么多给你印那么多资料都不够成本钱的 好吧 就是用电子版的电子版的自己要打印去打印去 这个问题不再多说了哈 呃 在这里哈 能有的自己翻群吧 呃 这个大门啊 以及所有的一个 这个方位布置哈 记录了 要以公司法人命挂为主 在因为在公司当中不存在什么羊带私钥 他就不能用这个公司的本身的摘挂 明白 各位 呃 所以按照公司行号布局的话 你公司的法人是谁就是谁 但这里还涉及到一点 有的公司法人他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对不对 是不是 呃 你们去查那个天眼台啊或者什么的 就会发现有 有些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叫做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者 呃 你如果实际要布置的话呢 你要布置这个公司的实际布置 就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者的命贯 呃 如果公司法人和实际控制者不是同一人的话 切不切切 呃 持股比例最高的 呃 他就是对整个公司气场影响最高的 在这里哈 那么大门呢 我们说是用来这个流通 这个生气的哈 一个单位 呃 一个单位你特别是你不管做任何买卖吧 他都是要求一个气息的流通 啊 你气通了之后人来人往的 人流量就大了 啊 你买卖自然就好了 所以呢 最基本的要求是声望房 好吧 啊 最基本的是声望房 我这里建议呢 你要是呃 能赶着哈 能赶着巴宅当中的声气房 你去你去排 你去运 运作一下你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好吧 你排一下你的巴宅 最好能放在声气房 明白吧 最好能放在声气房 全国性公司的分支机构 你的机构中有总负责人吧 你这个机构中有总负责人吧 就是你你这个分支机构当中的 实际的负责人 能理解吧 你就像保险公司一样 他不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什么领导啊 对不对啊 啊 一个总的一个公司 什么中国平安什么 什么什么人保 是不是 他都有一个每个单位 都有一个单位负责人 他也不在一起 那就以这单位负责人为主 好吧 但是呢 这样子去选的话呢 你这个单位负责人不能偿换 你要说你单位负责人 就干一两年就走了 那你这个单位还要重新选址吧 啊 所以说这个方面 就是各自调整的一个问题了 行吧 啊 各自调整的一个问题了 哈 是在这儿的 那么在同时呢 尽量啊 尽量保证那个车辆或者 人流的这个走向动势啊 你像是 你正常的 你正常的去做 做商铺嘛 对不对 做商铺嘛 你不可能说你找 你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啊 你商铺之前没有人经过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人家也不会绕一圈过来 行吗 啊 按照这个方式去选哈 用你八宅 你八宅不是要排大游年吗 你用你八宅的方式排一下大游年啊 不需要去看他的私钥 就在游年当中找忘记 不声望方就好了 行吧 啊 找他的声望方就好了 清楚吧 啊 因为你正常来讲 你说我定宅 啊 我首先分布一个大游年 我首先我先布一个大游年 不安之后 不之前我要确定我是砍宅 还是离宅 还是什么什么宅 对不对 八宅当中的哪一种 是不是 布置完之后宅兴兴兴一飞 你首先你声望方会体现出来 再除此之外 你八宅 体系当中的声器位 如果正好赶上你的声望方 那是最好的 能理解了吧各位啊 这个要不要我带着你们走一遍 举个例子哈 举个例子 假设啊 我这个宅子是假设我这个商户是坎宅 那甲后的大游年 不就跟奈亚之前的大游年排法一样吗 假设这是个坎宅 好吧 我们找声望方怎么找啊 找声望方是不是 要先排这个 我们的宅卦啊 对吧 整个这个宅子的这个宅卦 宅运啊 宅运当中来看声望啊 是不是啊 坎宅哈 先看宅 先看宅 你那个命是什么呢 你那个命是 看你那个主要是命主的生气位 啊 生气位 我现在你们走一遍吧 你们就明白了 坎宅飞星 啊 坎宅飞星 飞星现在不用讲了哈 对吧 这些应该都清楚了 对吧 对吧 能看到吧 啊 假设我这个宅的定向就是坎宅 记住了哈 这个是不需要那甲的 你你你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单看声望方 是先不需要去看那甲 好吧 啊 商铺当中的声望方 去选择哈 不需要先去看什么那甲之类的 你就直接找到这个 当前那个商铺的 声望方就行了 呃 是在这里的 是不是 这是本身的 宅的基本上 呃 那么我们在这里啊 再飞一个命的 假设 假设我们这个单位反人命 是 这命吧 好吧 啊 从3开始飞 哎 是不是这样 哎 有点乱哈 我拿 我拿框给你框出来命的吧 啊 我拿蓝色的框给框出来命的哈 哎不对 框错了 我拿蓝色的框框出的是命的 那我们按照这样子 是不是能找到这个就是 生望杀蟹死的情况 我就 生望杀蟹死就不排了吧 好吧 生望杀蟹死就不排了哈 因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不需要 太太太大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到现在你们应该都熟练了哈 正常来讲 这也不是特别难 特别是排生望杀蟹死这些基本的东西 一天时间基本上就够了 你拿出一天时间去学就够 按照这个情况 我们各公位的 一个命 一个宅的 生望杀蟹死 是不是排好了呀各位 能不能看到啊 一个命和一个宅的 生望杀蟹死 那我们就在这些位置当中找什么呢 找位于中 以中公相对去对照来说啊 生望方 啊 比较生望的一个位置 来 开门 啊 来找这样的一个 来开门 或者说是你来找这样的一个宅 即可 行吧 啊 按照这个方式来找 那么中公当中尽量保证啊 落中公当中的两种属性不要相冲 呃 就是你本身你的年命不要跟宅子这个东西两者相克 好吧 呃 按照这个情况来找 找到生望方 就一个 你就比如说卡来的生气位啊 哪个宅的生气位啊 更好一点 呃 但是如果说实在追求不到那么完美 就没必要去追求 明白吧 呃 就按照这个方向就行了哈 那么经理是 宅和命的大楼年牌 你你宅和命大楼年牌 只是用巴黎的方式找一下生气位啊 你你你找一下生气位而已哈 不是说你优先级不一样 能不能明白 声望优先 大楼年当中的生气位啊 呃 满足啊 真是次要的 尽上添花的 嗯 那么 在这里哈 你的手机又卡了 我给你换一个呀 哎 服了 来吧 他讲话 经理史 经理史尽量也是放在什么呀 你这个单位当中的声望方啊 呃 你这么找你的这个声望方啊 你这么找你的这个声望方 呃 也是要与什么 也是要与你这个公司法人的命挂 好吧 相辅 在这里 能不能理解 呃 呃 也是要与你公司法人的命挂相符 你直接九弓飞行是不需要你去翻挂去飞的 好吧 九弓飞行不需要你去再翻挂去飞的 呃 在这儿哈 呃 尽量就是 尽量就是 尽量就是两者反正不相冲克 呃 保证一个声望且不相冲克的一个情况 在这里哈 呃 那么财务史 财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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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放在死气味啊 呃各位 哎 星之间的哈 财务史可不可以放在死气味啊 声望杀蟹死 是不是只有杀蟹不能放财务史啊 你的声与旺或者死气味都可以放在财务史 呃 财务史 呃 都可以把财务史钉在啊 你比如说这个里边 你实在实在的 哎呦我说声望杀蟹死 我一定要有一个放心味的 那你就放在这个死位 他通财器 行吗 那我问你是放在这个这个单位领导的命挂上的死气味 还是最好放在放在这个宅子的死气味啊 啊 财务史最好放在命领导命挂的死气味 还是还是这个宅子的死气味 你一个单位当中你管财务的是什么 财务总监 是不是 他是你法人吗 不是你法人啊 能不能理解啊 啊那你单位当中赚钱的是什么呀 赚钱一般是走业务的 他是不是选择选择情况很多呀 你只要想通财器啊 啊 是不是 而且你忘的是什么财 你忘的不是你单位领导的财 你忘的是后边股东的财 所以你如果按照单人的这个情况下 去找这个生气味哈是不太好找的啊 不太好确定的你需要考虑的太特别多啊 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呀 在财务史这里哈 你按照整个单位的单位的这个结构啊 去找他的死气味能理解吧 在这哈 嗯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去死气味实在用不了 你就放生化方就行了 是吧 死气味能用吗 你放在这个死气味就是财位置上 你要财气位置上 好吧 啊 那么办公室办公室呢 你们自己有打印出来的做笔记哈 没打印出来的也做的笔记啊 啊 因为有些细节我在这跟你们讲了 我这个这个东西给你自己记的哈 给你自己记的 你会个使啊 就是尽量避免凶方 好吧 啊 但是得看你是做什么样的业务了 你要是你公司的律师 啊 你要你公司做什么法律 法律援助啊 做一些就跟人需要去争斗 需要去辩论的 啊 一些个单位明白吧 啊 需要去谈判的一些个单位 啊 你可以把这个惠客室放在胸方 撑住吧 啊 但是呢 这个 办公室通常在中宫 怎么可能啊 你现在正常 正常办公楼都是一面一面 一侧一侧的 你这层楼规划了几个点 是不是 啊 整个办公室也不可能就给他记在中间 没有说一般的 只是看你各自选择吧 记住了哈 不是说一般的 啊 现在大部分的你在看那个城市的 你在广州哪能找着 说整个职场在中间的呀 都是铺开的 偏于一侧 你在中间多长地方 你周围那些小房间 你租给谁 明白吧 啊 所以这个只有小城市才会有 你基本上是 以后不会太有这种房子了 啊 明白吧 反正按照你们具体找的这个方位去进行布置 啊 住在外部环境 在底下会给你们代入一下哈 但不会细的 外部环境涉及到 涉及到来龙去水这些东西 你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去搞呀 很难去搞 那么现在大部分人 我虽然在你们这个班里边 我讲了来龙去水的问题 对不对 你们有学长复习的就知道 我以前从来不讲这个来龙去水的 因为比较复杂 我觉得讲出来之后呢 讲完之后你们问题也比较多 是不是啊 啊 代入一下你们可能还觉得讲的不够 他不是应该讲的 嗯 他这个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属于可能线下课 会带入一点的东西 你不实体去看 你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方向 啊 所以住在外部环境不会细讲 就会给你大概带过一下 在这啊 好吧 啊 那么这个会议室 呃 会议室就是偶尔可能一天两天开个会 啊 这种情况下呢 反正 嗯 你要是你要是以一个开会为主的单位 啊 你这个单位如果是天天开会 就每天早上一个会 中午一个会 马上那种会的 我也见过 啊 我也见过 之前跟我那个 跟我那个 跟我那什么保险业务员告诉我 他们每天早上在广州都要八点钟起来上班 我觉得挺苦的哈 去干嘛去开会 开一个小时会 像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这个会议室就要放在文昌位了 啊 利于整体的这个员工的啊 啊 学习 但是这个文昌位 还是要什么呀 还是要 要 要宅的还是要命的呀 啊 啊 这个文昌位要宅的还是命的呀 要宅的文昌位 好吧 啊 这个要宅的文昌位 啊 财务也要宅的文昌位 那个财务也要宅的这个生气房 或者死 那个那个死气房 好吧 啊 在这里哈 这两个都是宅的 其他的尽量是以命为主 这是办公 办公格局的一个简单布置 其实你们现在学了飞行 学了飞工 之后啊 他以后你们学的东西 他就不会特别复杂了 你们可能线下有的时候 去学一些风水课 你会感觉课时非常少 知道吧 啊 有些人找一些师傅去学一些线下 比较进阶的风水课 课时比较少 实操性比较强 因为基础的东西讲完了 就基础东西需要你去背 啊 也不是背吧 需要你去记忆 需要你去练哈 比较费时间 那么 这个是工厂车间的啊 工厂车间的 他这个大门都是同理 记住了哈 你但凡是住活人的大门 都要在声望位 你但凡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工厂 或者说是 呃 你这个公司 他里边 你是用活人过来打工的 呃 一个宅子是活人住的 他所有的大门 都必须站在声望方 这个以后就不多 不多说了哈 记住了 只要走活人的路 都要声望 不声望容易出问题 呃 这是影响你整个整个区域的气场 那么厂长室 就是老板啊 老板老板老老板的这个办公室 好吧 也是那个声望方 明白吧 呃 声望方 但是这个我觉得你在不在文昌方吧 看你各自的情况 你像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那个工作室 因为我现在在广州呃 因为今年打算做线下了嘛 是不是啊 我自己还呃 打算去租个这个门面啊 你像我这种的基本上不怎么去办公场所的老板哈 有没有啊 有啊 呃 我之前开开开开这个 开这个 开这个铺子 开这个门市 我基本上是不去工作室的 工作室都是我的徒弟或者我的助理 我就是在家里啊 或者说去去外边办公办公完了 去外边那个看风水 或者说是给人线下接一些活哈 上课 然后我就上完课我就回家了 基本上不去的 你如果不去的 基本上不在那边待的话 没必要放在文昌尾 能不能听清楚啊 你常用的好吧 你常用的 你每天就坐这个办公室的 呃 你就是去文昌尾 呃 你要自己开店 基本上不怎么去去去去办公室的 你就不用不用放文昌尾 那么这个呃 财务史 财务史一样啊 啊 财位好吧 呃 所有的财务所有的财务史涉及到金钱往来的 最好也都是明白吧 啊 就跟我刚才上一个讲的那样子啊 就行了 以后也就不多讲了 大门和财务史就不多讲了 好不好 他俩没有争议哈 那么生产车间 呃 这个生产车间哈 他讲究比较大 但是很少有厂子能满足得了的 因为你在看现在的一些大型机械的问题 是不是 你在看大型机械问题 现在是不是很多厂的是流水线 但是流水线的加工呢 是可能我这个厂区是他专门做初级的 然后呢 初级初步加工的 然后呢 我可能我这个厂区是做中级加工的 我下一个厂区是做高级加工的 他很少有那种啊 我就这一个大厂区里边从初 从初到中到高一次性加工完的 对不对啊 因为你很多你包括食品加工啊 还有一些零件加工啊 他从初加工到金加工的工序不一致 但是他的车间要求也不一样 对吧 各位啊 这个要理解啊 但是你如果做的是那种就是穿 就是那种一条带子的那种 我从初级的啊 比如说那种屠宰杀猪 是不是啊 啊 那个猪运过来啪啪啪电死 然后过来之后 一加工加工加工 一直到切成碎肉啊 切成肉块 这一条龙排过去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要讲究十二掌声了 明白吗 要讲究十二掌声工位了 啊 这个十二掌声工位 是 哎 怎么说呢 是子斗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我找个图看能不能传上来哈 我这里 我这里有 我这里有我上子斗课的课件 我要我要做个子斗课的录播出来 我这课件做好 我看一下哈 我看能不能传的上来 能传上来 可以给你们看看 算了我给你们画吧 好不好 画比较接受时间哈 再往上传还浪费时间 嗯 我们正常看的 是不是这个 九宫啊 对不对啊 正常呢 我们看图是九宫 九宫 九宫阁啊 啊 但是呢 我们九宫阁 它的一个基础之下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叫黄道十二宫的 还有一个叫做黄道十二宫的东西 啊 还有一个黄道十二宫的东西 我们来 我给你们画一下哈 嗯 我给你们画一下 嗯 这么画吧 在这儿 十二星座呀 啊 你们看的是十二星座 其实十二星座跟你你们真的你们要是 你们要是学学学学子斗了 你就会发现这个子斗的概念跟十二星座有点像 但也不是完全一样 好吧 呃 我们正常来讲 紫围斗 那个那个黄道十二宫啊 他是以什么呢 他是不是以这个 他是不是以这个生肖 呃十二十二地支 呃为这个标准的啊 以十二地支为标准的 等会下课我让班主任给你们发幅图下去吧 好吧 啊你们到时候把它保存到啊 就十二掌声的一个点 呃 这么画有点不好画 哎 错了 我在中间给你们割出一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这个图能看到班各位 这图能不能看到啊 我们找黄道十二宫的时候哈 啊就是找地支当中的这个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先确定 先确定本出子五线在哪 知道吧 本出子五线它不是个正的在这个图里边 啊 子在这里啊 五在这里 明白吧 啊你们找到这个之后 就按照我们正常的地支排列 啊 嗨 子 丑 哎 丑的打错了 哎 啊好了 太子丑 呃 以某臣 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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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一下什么 我挡着你们了哈 在这里哈 你们要按照 这个情况吧 来进行排列 他的正南呢 他的正南正北是这么看的 知道吧 正南正北是这么看的 嗯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坐标 画的不太趋直 好吧 嗯 指南针哈 大概是这样子看的 正南正北 能够看到吧 嗯 这个图 你们也可以抄一下哈 也可以抄一下 以后有可能的用得着 然后我们呢 如果说按照12掌声的 我们能排出这个图来 12掌声 你们能不能排得出来了 啊 各位啊 嗯 涉及到一个12掌声的表哈 因为我们知道 我知道这一届里边有没有学过12掌声的 到时候呢 我会给你们一个12掌声的表 好不好啊 嗯 12掌声的表哈 那么我们按照12掌声的表 去对应着 找什么呢 各位啊 嗯 记住了哈 是找你 这个车间 你如果车间有一个总负责人是车间主任 能不能理解 嗯 你如果是你如果是这个是车间主任 也行 啊 你如果说车间反正你就自己的厂子 你自己管 明白吧 你自己管 我自己管我自己的厂子嘛 对不对 嗯 那我就自己自己的这个 以自己的这个八字 日主为主 嗯 再或者什么呢 各位啊 我们假设我这个厂子的生产线比较单一 我只我只生产一种 一种东西 啊 你就比如说我这厂子就是杀猪的 是不是啊 啊 那以什么呢 以你这个厂子建厂开始投入使用的那一天的八当中的日主为主 日主 日主 以日主 能不能理解 我给你们写上哈 三种三种情况 啊 你连锁企业 你包括国企啊 都是车间主任 啊 以车间负责人为主 啊 你是私企啊 私企自己的厂子 啊 以什么呢 以老板的啊 啊 这个日主 追逐 好吧 你如果说是什么呢 你两个啊 你是属于自己的老板 反正你你又建了很多厂 但是你生产生产线 啊 生产 商品啊 商品 比较单一的 啊 以健康 投入使用的时间 投入使用的当天的日主为主 好吧 啊 来把什么呀 你的那个12掌声 顺排于其中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啊 我应该在 这12个工内的 哪个工 开始 好吧 从哪个工 工开始 我是 掌声 是不是 你肯定要顺排啊 你不能逆排啊 能不能理解啊 你肯定要顺排啊 不能立排啊 这个东西 你要是逆排的话 就出大问题了 你要是逆排的话 你这个生产线 就倒退了 啊 行吧 啊 日主是什么 日主就是你八字当中的日主天干 啊 有一些没学八字的哈 我这给你标准上 日主是 日主是 日主天干 啊 这个你们不知道的 班主任不是给过你们一个小程序吗 那个小程序是可以用的呀 你输入那个 你老板呢 或者你输入你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 他上面会有一个日主 你看看那个日主的天干是什么 你擦来拍十二掌声了 好吧 嗯 那个小程序现在又能用了呀 又好了 那个小程序又好了 国家有的时候他严打这个东西 严查这个东西 不让乱去用 啊 或者你就弄个问真八字一样 啊 都能去给你搞得定了 你比如说 哎 你要是 你要是日主是假墓的人吧 日主假墓的人从哪开始啊 就是从亥开始啊 啊 从亥时候开始啊 亥开始顺牌啊 他是不是就是掌声 啊 掌声 沐浴 对 官类 民官 遗忘 是不是 啊 衰 病 死 木 绝 太阳 对 这个你就对着表 你就对 你先把图画出来 你知道吧 先把图画出来 把坐标画出来 啊 这个五这个位置就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正南啊 能不能懂啊 五这个位置相当于正南 就是你厂 你厂子的正南 指这个方位相当于正北 就是你厂子的正北 明白明白 正南正北 按照这个方向找方位 啊 你生产线要从哪里开始 生产线要从掌声开始 啊 你从掌声开始 掌声啊 加工加工一路到什么 到灵关 然后然后再到帝旺 是不是啊 啊 到帝旺 然后衰病死木绝 是不是啊 衰病死木绝 啊 太阳 一般来讲呢 太阳那个位置就是原材料 你原材料放置的区域 能不能明白啊 这里是原材料 记哈 你们在那记哈 原材料 啊 在这里的 好不好啊 太阳的这两个位置 杨顺阴逆牌啊 是啊 杨顺阴逆牌 它有一个表 它有一个表 我给你把地支方位是固定的 这个能理解吧 佩良啊 这个地支方位是固定的 地支方位是固定的 你只需要找到日主 然后把当中的这个材料掌声 填到这个地支方位 当中去就可以了 啊 不需要再去过多的去 那个去做什么 那个那个调整啊 啊 然后掌声沐浴 关在灵干地旺 这里是生产线 啊 生产线 好吧 啊 从开始生产到生产好了 产品到这做完了 对不对啊 啊 衰病死木绝这个方位呢 尽量就是 就是杂 反正就是砸料区 啊 砸料区 砸料区 或者说垃圾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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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洗手间 明白吧 啊 洗手间 在这个方位 甚至有一些饭糖还在这的 你们的饭糖啊 这个饭糖吸烟区 吸烟区饭糖 是不是啊 都可以说在这半了 明白吧 这个问题搞没搞没 搞没卖了的扣个一 是不是就差发资料了 发资料我下课让班主任给你们 给你们直接发到 我现在直接发给你们班主任 我下课忘了 我直接给到你们班主任 让他们下课直接发到你们群里 行不行 因为那个紫微总数的那个批 整整的我都已经全部做好了 差不多四五十节课吧 就差路了 以后再多做点二 这个什么录博课 这个录博课我感觉教一些基础的东西 对你们来说比较好 以后可能我们再改一下上课模式 我把这个资料给你们发在 这个班主任的群里边 班主任下课就直接给你们 给你们发了 所以这个问题 知道了吧 以后涉及到十二掌声 分布的情况下 就用这个来 好不好 在这里 那么 仓储 仓储 原材料 我刚才其实也讲了 不好 不好啥 仓库 仓储 你们当时学完了八字就知道了 男人必须要 你学完八字你就很明白这个了 等后边补上就行 来得及哈 仓储资料 仓储材料哈 这个东西 刚才其实也有说过了 你们直接按照十二掌声方位去放 其实也没有问题的 一般方位就行 好吧 一般方位就行 你如果是十二掌声的胎和氧的话 它其实也是不错的方位 不错的方位 可以动的 刚才讲了个新知识 可能需要你们这节课消化消化吧 后面应该没有太多新知识 好吧 关于整体布局方便 那么楼盘的综合布局 就是你们所说的外围的一个楼盘布局 怎么样先好 怎么样好 来各位 这个综合楼盘布局 首先呢 大门就不用多说了吧 各位啊 有些小区的大门 我一看我都找不着 它门在哪 不知道你们见不见过这种 就是说 广州有一个在马场路那边 太阳新天地后边 有一个商住两用的楼 叫做什么28号 我忘了好久没去了 我以前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客户在那 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们俩就认识了 他是一个留美的 非常厉害的一个生意人 生意很大 生意很大 广州这里以前的那些个 就关于跟车相关的东西 可能他们家开了 十之八九吧 明白吧 后来这个人 回国之后啊 在广州就是说 常住的一套房 就是那个叫什么28号 太阳新天地后边 你们在广州的应该知道 在马场路那里 那个房子 他是商住两用的 那个房子可以申请营业执照 他为了方便的 就住在那个房子里边 很高的一个楼 整体设施非常不错 家里是大平层 特别好 就你看特别好 但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小区的大门 他们小区没有大门 只有一个小门 那个楼是没有大门的 只有一个小门 你车都进不去 他们的车是直接 从地下车库进去了 明白吧 也就是说呢 以他们这个楼的 一个规划来看 他的小区大门 是车库的门 还是 还是那个走人的门 各位啊 各位 他们小区的真正的大门 如果以我们正常的风水学来判断 是他们走人的那个门 还是那个车库门 那个车库门 就是能行两台车的 双行道 双行道 两台车下去 走人的门呢 就是一个小路闸 一个闸 一个闸 知道吧 他还是属于那种 因为上面有开公司的 有人要进去上班的 他就是有那种门闸的 你刷一下卡 第一 然后那个门闸就 就能活动了 你就扶着那个门闸就进去 那明白吧 各位啊 所以按照这样的规划来说 他们小区的大门 就是车库门 明白吧 就是车库门 因为车库门同样是通向小区的 会导致什么呢 这个小区 他整体的一个 就是不活 不活气 上面人流量不少 但是你往小区里边走 你会感觉特别的 他不是普通的安静 有种死气神神的 明白吧 他不流通 他不流通 他到了这个地下室了 到了地下车库了 这个大门了 地下车库的这个门了 下雨之后通的什么呀 是地下负一层 负二层的气 他这个气上不来 只有一个电梯往上来会运气 你们觉得能运的好吗 运不好 所以这个小区呢 就会导致啊 里面这些单位 换的会比较勤一些 明白吧 但是换一些 那个那个勤一些 你地上人 人行出入口 得也要大呀 你人行的出入口 如果说是小于 车的入口的话 这个小区规划 就是瞎规划 我们家也是人车分流啊 但是我们家 我们家这个 这个 我们家这个小区 给人走的这个大门 特别宽敞 特别大 你车 你都能两台车 一起往里进都没问题 能明白吧 但是你如果人走的门太小了 那就不叫做门 他以门气口开大开小为主 并不是要 你不是 你不是你说应该以什么为主 就是以什么为主 清楚了吧 我们小区车是不让上来的 上面全都是人 你什么车都不让上来 明白吧 但是人走的大门 是一个特别大的门 他那专门有一个 纳气的门在那用 可能那个门 他并不是 我们都不走那个门 但是那个门 还是要存在的 因为那是小区的大门 好吧 他是流通整个小区气息的 在这里的 我们小区好像也是香港人设计 能明白吗 不要拿你周边的这些个 开发商的去做对比 你挣了八斤的开发商 坐的门都不可能是小 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你实在是 你刚需小区 那你就别提这个 对吧 你实在你如果小区 是刚需小区的话 那就没办法 你讲究不了这个东西 他就不好 清楚了吧 下地库的算 并不是仪式感的 纳气 纳阳气 纳阴气 在外界的气 为混沌之气 你纳进来之后 才有阴阳之分 别硬讲 能不能理解 别硬讲 你外界的气 都是阴阳混沌之气 他不可能说 我在外界的气 有阴气与阳气 那阴气什么样子 阳气什么样子 你拿来给我看看 他只有这个气 门不同 纳的阳或阴的不同 你下地亚车 铺他纳的就是阴气 明白吧 你走正门 他纳进去的就是阳气 但是你 阳气阴气 都是气 你同样要找 你最大的纳气口 你阳气低于阴气 你怎么去纳呢 当你那么说 那阴宅 那阴宅怎么划分呢 好吧 不要去讲 不要去硬讲 没有用 明白吧 按照正常的 最大的口进行纳就对了 他就对了 因为他那个地下车厂也是在楼之下的 纳进来的也是在这里的 能不能理解了 各位这个问题 关于小区的大门的这个问题 有的小区真见过 那种钢区小区 就设置那么点个小铺门 然后地下车库 整老大 好吧 那种情况 他自身本身的门 他开不开都不一定的 以前他都不怎么开的 你能纳什么气 压根你连阳气都纳不到 你只能以地下车库来进行纳大气 好吧 就是开发什么问题 你但凡你找个富豪小区 你就看一看 你楼均价 你楼均价 最起码12块钱以上的 才算是挣了八经的 好 那个 就是 不算是富豪小区吧 就是 挣了八经的 有规划的 可能看过风水的小区 你每个城市都有数区 就看看数区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明白了 好吧 这个你自己去看就行了 那么 这个楼盘 收罗布 两个进出大门 那就两个进出大门都可以 你都要在升气方 你都要在声望方 你就开五个门 你也在五个声望方 明白吧 你要是 哪怕你开五个门 都要在五个声望方 你就开多少门 那些门尽量都要 开在这个声望方 特别是人流量最大的 这靠近大马路的 就是人来来说说最多的那一两个门 好吧 按照这个情况去找 而且整个的门尽量的修建的 大一点 气派一点 别扣扣嗖嗖嗖的 玩手整两根柱子 跑这中间弄个大铁门来会开关的 连个什么呀 连个这个门头都没有 那种也不算门 那种是不算门的 记住了 有些小区是两个柱子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讲到这里 让我给你们讲一下关于小区的这个 这个大门的选择 好吧 你有些像是这个一根柱子 两根柱子 它上面没有个顶 然后中间用大铁门 见没见过呀 中间用个大铁门 在这里 然后那大铁门支支嘎嘎的 要么就是左右拉的 要么就是来回推的 那种不叫门 明白吧 那种小区叫做开放式小区 叫做半封闭式小区 它因为它没有完全封闭起来 那叫半封闭式小区 半封闭式小区 气场是非常杂的 你可能在美东楼去看 你要说完全的封闭式小区 你就必须得给大门上面有个门头 这才叫封闭式小区 明白吧 它不是说你放个门位在那里就要封闭式小区了 那也太省成本了吧 人力成本是最低的 两千块钱请个老头都去看了 是不是 呃 得有个门头 这种才叫做小区的门 小区的大门 好吧 呃 你如果你小区三五个门 三三个门四个门的那种 你看看你哪个门是 呃 比较比较大的金币辉煌的那种 主门那个叫做 用那个 呃 这个就不需要门槛 这个叫什么门槛 你小区规划 这不是你们家自己的大宅子大宅院 好吧 它是一个区域 呃 行啊 就这往下讲哈 那么寿楼处 寿楼处吧 声网方或者文昌卫 呃 但是我觉得我不建议文昌卫 为什么呢 呃 做销售的 呃 我实话讲 做销售的就要有一股狼性 你得去争得去抢 文昌卫吧 文昌星啊 文昌星别水工卫在哪里 是不是在迅工啊 他有一种驯化驯服 明白吧 呃 这样的一个一个点在这里 你说你做销售的 你都被驯服驯化了 一点真正想想都没有 你业绩能上来吗 你能你能卖得出房吗 啊 各位啊 能不能啊 卖不出去啊 所以我不太建议放文昌卫 明白吧 你如果说你是开发商 你是开发商的话 你小区搜楼处建在哪呢 你最好你整个小区当中 你找连珍 你找连珍星方位 听说了吧 啊 因为做房产是干嘛呢 做房产是赚的是横彩啊 实话 对不对 最起码在过去二十年 做房产 特别是开发商赚的就是横财 啊 所以你要 你这个钱要尽量的兴议点 不是贪朗的行 连珍的 连珍啦 连珍方啦 能理解吧 你才能挣钱 呃 你作为一个 其实我我说哈 就是 你作为一个风水师 你要为你的雇主着想 你不能说 哎呀 我作为一个风水师 我为小区的住户着想 明白吧 小区的住户 不会去赶一 感谢你 你帮小区住户 你也不会积虑的 你信我这句话 各位 你们信我这句话 所以你拿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能不能懂啊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 所以如果说有 开发商找到你了 说我要找一个 忘我自己财的 财的位置 你这个你就只 只去考虑什么 开发商的问题就行了 不用考虑他后续的 什么销售在连珍 连珍星啊 会不会用一些话术啊 区区怎么样啊 那都不关你的事了 能懂了吧 你只管让他忘财就好了 说在这里的话 这么讲可能你们有很多人接受不了 但是没有办法 风水这行业就是这样的 你想要那个行业生存的 你必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就算把这个小区风水规划的特别好 让每个人都发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 会去脑子里边去想着你 或者给你点香火 或者给你点什么呀 业力都给不到你的 反而你只有你帮了开发商 这边开发商所有的这个业力 他才会转化成金钱去给到你 清楚吧 所以这个东西要了解 不能就是说一天怀着 普渡众生的心去普渡众生去 最后结果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的 实话 你要搞清楚这个世界能量循环 那么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楼的文昌卫 这个我觉得文昌卫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你正常来讲 你要是把物业管理放在连珍卫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区的物业费收的高 然后呢 这些个保安 这些个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特别的横 能不能理解 你建议建议就是文昌卫吧 你就给他搁文昌星的方位 在那里整个小区的文昌卫 让他们干嘛呀 谦逊一点 做服务做的多一点 这是有利于业主的 好吧 因为物业管理是物业公司的 你去给小区看楼盘 又不可能直接搭上物业 对不对呀 是不是 那物业跟你没八毛钱关系 所以你这里能给小区住户考虑到的地方 就是跟你自己本身无关 你自己跟你本身无关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为这个住户去进行适当的考虑 好吧 所以物业在这里 污染源 垃圾房 配电房 这些就摔死之处了 好吧 摔死之处了 切不能放在身旺之处 身旺之处一静 一整洁 明白吧 摔死 蟹 这些个地方 等等的 反正它都是 可以对放点杂物 清楚了吧 各位 在这儿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些东西 然后呢 尽量不要去 因为现在有一些小区的垃圾桶 怎么说呢 我们小区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但我住的高影响就基本上没有 你像我们这个小区住一二楼的 基本上没有原野住在住 都是自己自己住的 你包括一些大户型 基本上也不会设计在低层 低楼层 它就出现什么情况呢 你小区下雨之后啊 你可能一楼一楼业主在这 我这个屁股底下是小区的垃圾箱 有没有 因为你如果小区这么设计 实际上为了卫生管理 它其实你像广楼这么多雨的时候 你把垃圾箱放在外边 是不是那个雨一下一淋 垃圾箱漏水非常非常的臭啊 对不对啊 可能放在这个本身的楼底下 你楼底下可能比较宽 这个楼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宽 放在这个楼下 但是不要去 尽量不要放在夜楼住户的这个 建筑面积之内的正下方 明白吧 这是不好的哈 对低楼层业主是有影响的 低楼层就是15米 好吧 你距离这个垃圾箱15米 你内有影响 15米以外就没影响 那么公共环境 公共环境 要注意啊 流通通气 你各个门之间不要车坎 明白吧 这个情况哈 你小区的造景之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建筑设计方面了 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这里给你们一个感觉吧 感受吧 好吧 你们自己去走走小区 要有空的 现在是不是也不过年了 有些地方也没疫情 你们自己可以走一走 去那些富人区的 富人区或者去那些富区的 去走一走 溜达溜达 因为我这两天在找工作室哈 所以走的也不少地方 然后呢 这个 好的小区 它的设计比较好的小区 你不管从哪个门进 你进小区之后 你会感觉 心情比较好 哪怕你在外边不好 你进去之后可能也比较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什么呢 一旦那个小区里边 小区内部 它有一些小饭馆 小饭店 能不能理解啊 然后呢 或者说是你小区里边 有你们家亲戚 你认识的人 你哪怕是没有 你说你去看房子的时候 你坐在那个 你拿厂泡面 你坐在那个小区里边 或者坐在你所看的那个房 或者你所买的那个新房里边 你吃一顿 你如果感觉 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这个小区气场一定不错 但是你如果感觉 吃东西没有味 或者说这个面泡 泡当了 泡当了 就突然就 我偶尔就吃这一次面 就泡当了 就不好了 明白吧 这个小区就不要去住 能不能理解各位 你们有没有的人 可能我去外边吃饭 我去外边吃饭 同样的一个饭店 我点外卖 点到我们家 自己家来吃 我感觉没有味 难吃死了 但是我去到饭店里边吃 我就感觉好 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就是你们家 大环境出问题了 记住了 那就是你们家 整体的小区大环境的 汽油问题 这个人是铁 饭是钢 也是民意识为天 吃这个东西 能反映出来 你很多的事 再给你们分享 一个方向 再给你们分享 一个点 就是关于 看自己的运 运势的问题 想不想学 因为也跟这个有点同理 所以带过一下 讲一下 就有的时候 有没有人感觉到自己特别点倍 这段时间 哎呦 烦 点倍 倒霉 出门喝洋水都能掖着 有没有 但是你又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倒霉的问题 还是哪方面出了问题了 想不想确定 很简单 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特别爱吃的一种东西吧 你像我特别爱吃螃蟹 都有吧 各位啊 应该都有自己特别爱吃的某一种东西 就一种 一样 你选一个最爱吃的 最喜欢吃的 你在你感觉特别倒霉的时候 你买它过来吃 你如果吃的时候感觉 哎呦 没有味道 那就是你真倒霉 明白吧 你突然感觉那东西没那么好吃了 不爱吃了 你就是你那段时间是真的倒霉 但是你如果一样 你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 那其实就不是你运气的问题 你只要找一找你自己的个人原因和周边人的原因了 好吧 我有段时间倒霉 我有段时间也不算倒霉吧 心情不好 就算点倍吧 然后我去买这个帝王蟹 吃我都 我都吃的不行 我都感觉 哎呦 那个胃乳嚼辣 没有味 他感觉有特别的特别的顶 不想吃 但是我过了段时间我再吃我感觉也挺好吃 同样的做法 咸烟也没放多 明白吧 这是一个方式哈 那么再有其他的一些布局 各位哈 还有其他的一些布局在这里哈 上面有总结好吧 上面有总结 下面有关于另外的就是关于关于房屋的一些点 呃布局的吉祥符号啊之类的包括配色哈 就是哎呦 这我不知道你们上不上过公开课哈 上官特我基本上都会给你们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家居配色的问题 你现在设计你现在有很多地方鼓吹一种性冷难风 对不对啊啊或者一些个收纳风 收纳风就是说我家里整好多柜子啊 能装好多好多东西就感觉好厉害这个设计师 是不是啊各位啊 其实前面先说过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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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修方式 呃收纳风和性冷难风性冷难风什么情况呢 就是家里反正全都是那种暗色的 暗色基调的哪怕有红色也是那种暗红色啊 有黄色也是那种暗黄色 它不亮成的那种色调啊 或者更极端的是一些灰黑白为主 对不对啊 还有更极端的你灰黑白为主家里不设置任何的明光灯 就是你所有的灯都是你家里亮 但是你找不到光源 呃有没有见过呀 你们现在有搞装修的或者见过 没事看看看看看看网上的 有没有 见过吧啊 你整个家里你见不到那种明的灯灯管 你知道家里亮但是你找不到光源 那种情况我不建议你们去做 啊那种情况我不建议你们去做 你正常的家庭当中为什么我我们家装修你包括 你但凡你们去看看但凡成功人士的家里有没有用那种工业 我不是说别的纬度了吧 你就拿我们自己纬度的中国中国的纬度的 你大部分的中国富豪家装都是什么呀 都是红木 是不是 都是红木 那以红木为以红色啊 以红色 对不对 以红色黄色亮白色 奶白色为基础风格 所以你装修的情况尽量以量为主以自己喜用神为主 红木太贵确实红木贵 我老丈人我老丈人那个房子我老丈人那个房子全红木的他哪怕说是就是家里所有的墙的就是那个包边啊 知不知道呀 因为家里有脚不好嘛 你们能不能懂就家里你任何地方有墙脚是不好的 你比如说这是一面 我给你们画个图你们就就就理解了哈 这个也是 家里有墙啊 比如说这是一面墙吧 是不是啊 他们可能为了有些有些为了突出层次或者有些什么意 啊 在这里突出一块 是不是 往上走 你人从下面看着就是一个脚 对不对 能不能理解 这是一面墙啊 但在实际的情况下呢 他就可能到了到了屋顶哪个地方 他就有一个脚啊 或者有一个台子就出来了 呃这样的一个一些设计哈 那么这种设计 我我我老丈人家里就这种设计的这种脚包边全都是红木 就不是板子包的 全都拿红木包的 好吧 所以他家是不是越来越有钱 都快干到都快干到将都快干到江西守护了 呃那么 非常大财 再往下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搞一些仿红木的 明白吧 可以搞一些仿红木的木头 以木制装修为主 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哈 你人这 你老祖宗跟木头 呆了那么久 晚上你一上来就住纯钢筋混凝土 然后瓷砖石头的地方 你不觉得很不适应吗 所以我建议家里装修是以木质材料为主 你有钱你就装红木 没钱就装普通的替代替代木替代的木 原木风它其实现在设计也不贵是不是 有没有搞设计的原木风是不是现在也不贵啊 那好多可以替代的 你核桃木 乌金木是不是 那同学都知道 呃这样的一个情况去进行设计哈 然后呢 家里的主基调啊 以木色的红为主 呃以木色的红为主 可能看着比较老气吧 年轻人是不喜欢 我知道 呃但是你真正住的这种木头房子住多了 你就知道家里好不好 嗯好吧 原木是中式啊 明式啊好吧 我这个不怎么专业的 我我对我对建筑设计不专业的 我都知道原木风 你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是明智的吧 对不对呀 怎么是日式的 日系的基本上也基本上是学明学堂的 呃在这里哈 这样的装修是很好的 它有利于你家里的磁场调整 呃这就是很多人问老师我家里边石头多 我铺大理石铺得多的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就我地板整个的我全都是大理石 然后可能我墙上我也贴的 可能就大理石石砖会特别多 有吧 特别是那种做那种就是就是无光源的那种的哈 在墙上用大理石用的特别多 你这里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大理石如果说是不磨砂 你们家一开灯到处都是光煞 对不对 为什么我我推我比较推崇这个木质地板啊 就是在这一点 你你大理石你说你不抛光不抛光显得埋态 就是你磨砂的大理石是不是显得脏了 是不是 而且你不磨砂的大理石你做客厅的那个包边 不做出来比较丑 你只能做无边框的那种的情况 啊会导致你整个家地面灰暗的一片 你如果抛光 你如果抛光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们家只要一开灯 只要有光源 哪怕你无光源 有着光线 你全家都是光煞 你坐在哪里那个光都能直射到你眼睛里边 对不对 你你可能你的大厅里边 你看个电视电视在这里 你旁边那个厨房开个灯 那个灯折射过来的光也能到你这里 那叫光煞 啊那叫光煞 理解吧 所以那种情况我是不太建议的 你家里边可以适当的用大理石 你客厅用大理石啊 对不对啊 你客厅用一些实质的地 实质的砖去铺这个铺地啊 当然可以告诉你们行杀之话 这节课估计讲不完行杀之话 应该要下节课讲 一般这个节课分两边讲的 在这个情况的 所以你们装修的时候要注意 这些个细节点吧 你不请风水师自己很少能够去搞得定的 明白吧 你家里木柜的顶不用去太多处理 但是你要是最好能拿个宁静啊 你们有你们见不见过那种老式的柜子 木制的木制的书柜 它的边一些个角吧 会去用那个铜啊去包一下 见不见过 那个铜包角就是说是它是其实是对这个木的这个角煞的一个一个调整 啊 就铜包脚嘛 你老柜子你们得看很早之前的家具了 你不许解放之前的有人家里有那种家具的 是不是啊 那种比较高大的柜子呀 脚比较尖锐的是拿铜包的 是不是啊 有点钱用铜包 没点钱用吸包 吸包的就比较丑了啊 也不结实 大部分就是拿铜包的 老式的啊 啊 反正你们这是一种化解方式 啊 它有风水作用也有装饰加固作用 你还觉得不好看 好家伙 那多多哑 多哑观呀 用一些老红红去包他呀 啊 这是一种化解方式 行吧 啊 接下来哈 那么这是关于客厅还有房屋大面装修的 就是一些个注意点讲究 颜色尽量不要取暗的去亮的 因为你回到家了你是要开开心心的 你不是回到家跟你跟你 跟你男朋友跟你跟你老公吵架的 哼 对不对 啊 对细致点的讲究点的哈 家具的腿都是用这个东西包的 明白吧 啊 圆的就没必要包了 圆的就包他干嘛 都是脚包脚啊 啊 那么 木地板你就正常的你上蜡呀 上蜡上油啊 你上一上 他就是这个维护你这个木头啊 保护你这个木头啊 该上上这个东西那无所谓的 那油那个东西的这个气 你知道别别拉锅点他就行了 嗯 好吧 然后家庭当中呢 其实可以挂一些吉祥符号 吉祥符号呢 你就比如说是 呃 中国节 中国节 但中国节不要挂卧室 特别是你夫妻二人的卧室哈 那个 因为他中国节是编编制品吧 他的编制品还是初衷复杂的 容易让你夫妻感情复杂哈 你放客厅 啊 之类的一些地方啊 或者说你们家里的放符贴符字 最基本的过年是贴符啊 很多人贴符都不会贴 很多人贴符都不会贴 你们现在家里贴符是正着贴 还是倒着贴 住楼房呢 住楼房你们家贴符是正着贴 倒着贴 记住了哈 就是像一些吉祥符号的用法 你特别是符字为主的 你外门倒贴 记住了哈 外门倒贴 大门是要倒贴符的 而内门 你家中内门贴符是要正贴 清楚了吧 你家卧室没有门吗 啊 外门倒贴 卧室的门正贴 你要住楼房的话 你倒贴的是 你们家的外门还是你们楼道门的 你如果楼道有大门的那种的哈 你楼道有一个明显的那种大门那种的 你楼道的那个大门啊 你要倒贴入户门正贴 好吧 是在这里哈 嗯 然后底下就是说给你们的一些建议 一些细致的建议 好吧 在这里哈 你们可以参照这个建议啊 去在家庭当中进行布置 明白 有人知道那福道有什么讲究 第一个福道了 福到家了 他是到你们家里边的 而不是到你某个卧室里边 在这哈 我什么也可以贴啊 我们家我们家习惯就是家里反正门窗都贴 我们家到了过年前三十嘛 三十贴窗花啊 贴窗花啊 所有的家里的窗户啊 然后门啊 都要去贴 这我们家的一个讲究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个讲究 好吧 冰箱也贴 冰箱也有 冰箱也是冰箱门嘛 我们所有的门贴福字 呃 所有的窗户贴窗花 我们家习惯 你们要是愿意去学去用 好不好 呃 这个不强求哈 不强求 因为有些人你们会觉得哎呦 我来回贴来回撕特别难受啊 呃 当然行吧 价比较大 不乱 价比较大不乱 就比较有喜气 呃 有点喜气 风景过节 我我还现在我还习惯 我可能我审美比较老气吧 我还习惯可能挂点辣椒之类 呃 热闹点喜庆点 你该喜庆的时候就喜庆 别一天长那么冷淡 好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我们这个行杀实话 好吧 行杀实话 呃 这也是很多人去想要去了解的一个 问题哈 我这节课会给你们一个一个的细讲 不一定能讲完 好吧 但是我会把图画出来 你们要是有心的想要把行杀去学会的 就跟着我画 好不好 呃 下节课应该会把行杀讲完 然后讲字画 呃 讲字画哈 这节课比较长 然后呢 我们先说第一个吧 冲门上 这个非常的 呃简单 说白了 你们家的门 呃 你们家这有一个门 好吧 你们家的门在这儿 然后呢 这个路 就冲过来 有没有啊 有见过吧 不是对门 路 红色的是路 蓝色的是门 见没见过农村当中很多 农村当中有很多呀 以前分地规划的 一条胡同里边 这不是呀 胡同头那家都是 这个什么 冲门上 呃 这个算是啥 不好 好吧 呃 对健康无益 亦有雪光之灾 在这儿 呃 小鹿小凶 大鹿大凶 有一家人都不见了什么 小鹿小凶 大楼大凶 楼里楼房里边都不算 楼房是处你什么呢 处你这个楼房大门 能理解吧 就是你整个的 你整个的这个楼有个大门 处你这个大门 呃 窗户窗户啊 贴点喜新点 你虎人贴个小老虎啊 呃 在这里的 我给你们画出来了哈 最好发点图案资料 这个我给你们画出来的都 按照我的画就行了 呃 这个是个门 蓝色是门 画快一点的门 然后红色是路 好吧 呃 这么冲过来 但是不好的 小大楼大熊 小鹿小熊 好吧 小鹿也算 那么冲背上 呃 冲背上一样是直路 对着家 呃 我还是以这个蓝色框为家 哈 蓝色框这里是我们的宅子 好吧 能看到吧 然后呢 红色的现实路 我们说 下面是 下面是前 上面是后 呃 他冲背 冲你的后背 冲整个房子的背面 也不好 怎么 能不能理解 冲整个房子的背面也不好 呃 冲背上 有人给你背后使绊子的意思 传说中的范小人 六冲别贴虎啊 六冲贴点化解化解化解这个六冲的通关六冲的这个东西 好吧 呃 合乎的 冲背上 冲门上 这两个掌握清楚了吧 扣个一哈 不清楚的你们可以问哈 我讲的尽量细一点关于这个沙 OK了是吧 那我再讲这个邪箱上 来 蓝色的是房子 今天默认了 所有的蓝色的都是房子 好吧 所有蓝色的都是房子 红色都是路 邪箱上呢 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种见没见过呀 一条路在你中间 反正这边横冲过来一条路 见不见过吧 这个也是在农村会比较多 城市里边几乎没有 城市里边只要住楼房子几乎没有这种啥 基本上 歇冲上 这条路冲过来 歇箱也叫歇冲 好吧 左男 右女 左邪箱上男 右邪箱上女 后才意外 后才意外 邪箱上 歇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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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冲上的升级版 好吧 啊 歇冲上就是歇冲上的升级版 呃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这个也见过吧 这个宅子正好在两个正好在这个三叉路口这里 以前你们你们应该任何一个地方都最少有这么一条路经常出事 要么就是传说中经常出事 山巷都算 只要冲到了就算 在你周围哪怕不是山巷只要这样对着你们家侧边也算 明白吧 嗯 正好一个冲过来哈 这是不好 三叉路口 基本上这家人都经常出意外 是不是啊 过的肯定不好 你们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地方我走过很多地方了 你但凡有这种宅子基本上过了都不好 家里就哎 反正要么穷要么多病 损丁 那要么就是意外 基本上就这些事 好吧 在这里哈 然后 剪刀剎 啊 剪刀剎呢 比较多 也一样 这里不分三项 记住了哈 化解之法下节课教 不差这一节课了 好吧 啊 这节课来不及哈 下节课教 来 行刹之化方法是可以通用的 住多久应验啊 三年以上吧 三年以上 嗯 剪刀说白了就是 感觉这个东西要把你们家房子剪了 有没有遇到过呀 啊 基本上下 下边成这种红色的这个道路的形状 啊 有的上面的可能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明白吧 有的可能就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是不是啊 啊 有的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十字路口 有的可能就是一个三叉路口 到你家这里正好像个剪刀一样给你家分叉啊 嗯 看到了吧 剪刀刹 会不会判断啊 会了扣个一哈 回应回应我哈 你看你们不说话我怕你们没事会 这个行刹之化这个刹你必须得会认哈 在这哈 然后割脚刹 割脚刹 你们都没回应我先睡着了呢 学学行刹这话 好家伙 这么多人哈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直播间 然后这个割脚刹 他指什么呢 你就接近这个住宅啊 在高速公路或者高架桥 旁边 才到呢 那个这个这个 反正损财吧 好吧 也是损财 花钱大手大脚花钱多 我也没办法 我们家旁边也守着个高速公路 我们家旁边守着个环城 我是看着他前面的这个水汽够重哈 这个来水好哈 我才要的这房子 反正进进的大了 我们家这属于进的多 反正不怕损 我开销确实大 我一个月最起码花个 你们别不信哈 我和我老婆记账的 他记账的 每个月基本上八万以上的花费吧 每个月八万多以上的开销 我都不知道花哪去了 也没签这多少东西 反正感觉家里面 嗯 每个月基本上八万以上的开销 都在这儿 啊 还行吧 来钱来钱来钱快就无所谓了 反正我准备近期在广州边边角角的 白衣星城那边再买一套 再买一套 好吧 嗯就是就是自己来回来回住的房子 这东西我就不管理财了 亏就亏赚就赚了 我不止这玩赚钱 我是买房子都是自己住的 好吧 买表买表的就不止花八万 买表现在一块 我平均我现在买表吧 基本上小半年半年买一块吧 一年买两块左右吧 一块差不多平均在一百多万到 就没没没多大上限哈 上限可能就是一百多万到三百多万左右吧 明白吧 啊我买表自己基本上也不带 反正我就是收藏 嗯就是收藏 限购啊 但是我可以以公司名义买啊 娟姐 呃 基本上百达菲利啊 然后劳律士啊 我喜欢老牌子 加上单顿啊 这样的一些的 现在炒作的一些个 那个那个那个米勒之类的 我就不太喜欢了 好吧 我就不太喜欢了 万国万国也有一两块吧 但是价位价位低的 收藏价值低的 我就不去 我就不买了 基本上是不打算去去买 你都买了亏钱 好吧 呃 基本上买了亏钱 买了不亏钱的行 那算是给我一种 一种一种理财的方式吧 好吧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监设上哈 尽量 别去汤 你特别 你特别深入啊 各位啊 监设上你身强的人住还行 你你身强的人 身强的人住还行 你身弱的人住 肯定要生气的 明白吧 肯定要生病的 不是生气的 房产过气了 我也不止着玩理财 他绷不绷对我没影响 一套房千把万的 而且也不是经常买 我也就今年 今年一套 今年是买了一套婚房一千多万 然后还打算 去年买一套婚房一千多万 还打算在白云那边买一套 大平层差不多也是一千多万 应该是在今年再买 两边住 反正 不行还能放个租 这东西 无所谓了 以住为主 而且白云那边还有一个 好像是有学位 忘了 在这 监设上尽量避免 反正我都有点扛不住了 好吧 我都有点扛不住了 我这个花钱哈 你们尽量别去舱 避开那些 避开那些个 隔脚煞 不是建设山 隔脚煞 避开那些个高速公路或者高架桥 好吧 找个平坦的方位去买 然后镰刀煞 链刀煞吧 就是反攻 好吧 镰刀煞它是属于一种反攻煞 这东西怎么去画 嗯 你看哈 这是房子了 它有的 它有的桥啊 它找个桥 它有的 桥啊或者路啊 它是弯的呀 能看到吗各位 这种路见不见过 也见过吧 你正好处于它这个弯的这里 你正好是处在这个弯的这里了 能看到吧 呃这个叫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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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镰刀煞 呃 它是你反攻的位置 你在这个这个弯的反攻的位置 它有些 有些地区有那个圆环 你最起码你高速公路之间 你得隔一个小区吧 你得隔一个小区才行 你在同小区都受这个影响 它有些转盘 转盘房边建的那些房子都不建议你们买 都受这个反攻煞影响 啊镰刀煞的影响好吧 啊 预见这种容易干嘛 真的是雪光热灾 就像被大镰刀劈了一样 啊 好吧 刀斩煞 啊刀斩煞呢 说白了就是在拐角之处的 啊 拐角之处的 方子在这儿 然后呢这个 各路是这么过来的 明白吧 这个叫做刀斩煞 高架桥也算 啊刀斩煞哈 也不好 也是意外伤人 反正多失财吧 多少米之内啊 你看前面有没有遮挡物啊 你要是有遮挡物 就是你到地平面上你看不到它 你看不到它 你完全看不到 那就对你没什么影响 好吧 但是我们家住41楼 恰好就往外一看一瞅 我这边一瞅 就我们家这个卧室还行啊 呃我们家这个书房还行 主要是卧室那边 一抬头往外一看 那前面是珠江 珠江上面不就是那个 环城吗 住广州的应该知道 东浦这边 有没有在广州的呀 广州的扣一啊 我到时候整工作室了 在广州离得近的 没事到我工作室喝啥啊 我这有的是好茶给你们喝 呃有空来啊 东浦这边啊 东浦这边不是环城吗 环城环城高速啊 高速快速路啊 是不是 它往那边走是珠江 正好挂了个 正好跨了个 跨了个珠江 就在这块 过去就是那个万圣围 是不是 过去就是万圣围 就这块地方 反正煞比较大 煞比较大 在这儿 很近 是很近啊 我家属这儿 不能让你跑我家来啊 我老婆是不允许这个 这个 我我工作再到家里的 所以我才外边弄工作室 等我工作室做好了 我看在哪儿租吧 有可能在中央新城 有可能在白云 反正这两个地方 好吧 到时候 今年线下的都搞定了 请你们来喝茶 嗯 然后 嗯 镰刀 刀斩 好吧 天斩刀 天斩刀是由楼啊 构成的 天斩刀是由楼构成的 我这么给你们画 有的小区 北方小区量特别多哈 你看这是两栋楼 对不对啊 能看到啊 这是两栋楼 地上是地平线 地平线哈 在这里 这是一块地 这两栋楼在这里 然后呢 呃 你家你家楼在这儿 能不能看到啊 这两栋楼在前方 然后你们家的楼在这个 你们家这个楼在这两栋楼的后方 或者前方 正好夹在中间 然后你会发现呢 这有什么呀 各位 啊 你是不是会发现 他这两栋楼中间的缝隙透的风 可以轻轻地冲到你们家里啊 楼上见江算来水 呵 是不是啊 他这个他这个 这两栋楼之间的气啊 你你这个风吹到两栋楼之间 那个风是不是特别大 特别冲 对不对 特别冲 啊 你处于这两栋楼之间 呃 你一开窗 你能明显的 或者你一下楼 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两栋楼中间的 气流的 就算是啥 感受不到就不算 清楚了吧 你要中间有一栋堵就不算 你要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楼 你就不算了 呃 然后你识别的方式 你赶个刮风的天 你下楼 你看能不能感觉到这个串堂风 清楚了吧 你看能不能感觉到这个串堂风 这串堂风要是能 这两栋楼之间的风 你感受不到吗 直接能吹到你的边 你感觉到 就是这两栋楼中间的风就是比其他地方大 你就是有问题了 这个宅的就是有问题了 好吧 啊 在这里哈 呃一般来讲 你前面两楼间距越窄 它就越存在这种事 像我们家那边 三七的那些房子 就对我们家没什么影响 它两栋房子之间最起码隔了那一百米吧 只有一百米差不多 它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呃 在这儿 呃 呃 再往下学哈 这节课 最起码 再把这个东西再学一样哈 呃 楼后 你路过你楼前面 你就还是这幅图 你要是说你在 你要是说我拿黑笔哈 你要说你家楼在这儿 你家楼在这儿 能不能看到啊 这是不是你家前面又隔了一栋楼啊 他就没有这个影响 对不对 能不能理解 你假设你家楼在黑的这个框这里 他就没这个影响 他就不受影响 好吧 嗯 你就吹不到你就没有影响 能吹到你他就有影响了 这黑色楼是不是在这儿啊 是不是 嗯 在这儿 然后这个蓝色楼在这儿 给你画成这个 几核的 你们可能会好看一点 是不是 这个蓝色楼在这儿 蓝色楼前面 是不是帮你把这个天展叉去挡住了呀 嗯 在这儿哈 来了管吃 吃能吃多少 我跟你吓出 行啊 这段话讲了啊 前面几个学完了 识别 你们一定要会识别哈 画的画法呢 下一课告诉你们 不难 不难 行吧 然后这个飞刃上 脚上 两脚相冲的 你现在就是 你从你们家 你们现在就可以到你们所有家里的窗户 去往外边看 有没有哪 有没有哪栋楼的窗户 那个脚 或者那个楼的 把那个边正冲着你们家 有没有啊 有吧 那个东西叫做脚刹 也叫做飞刃刹 它不光是 它不光是你楼的脚 玻璃脚也算 你只要你看到外边 有脚正瞄着你们家窗户呢 正顶着你们家窗户呢 那就都算了 清楚了吧 啊 但是呢 它有一定距离的 都不到一百米 多少米呢 你十米左右 十米二十米吧 二十米以内吧 那也吧 就是你从你们家这窗出去 你走两步就能摸到它 你看得非常的 细致 非常的那个清楚 嗯 你看得非常清楚 嗯 那个就行 那个就算是飞刃刹 嗯 但是它没有到你们家窗户 像我们家那个隔了 就得有五百米了哈 就有四五百米的到对面那个楼 都不算了 好吧 比你们家高的脚 你的仰头 它戳不到你们家 它戳的是你们家上面的铺 嗯 好吧 脚上哈 这个问题不大 清潜上 这个这个很多 哎呀 你们家这个 你们家这个房子呀 外界呀 窗户边上啊 有那种凸起的 有没有啊 就比如他突然凸起个阳台 就建筑物就到你们家去 它凸起个阳台 或者凸起个天桥 有没有 见过吧 嗯 那层额外的凸起对着你们家的 那叫做清悬上 就像一拳打到你们的胸上一样 嗯 它是对着你们家 它是对着你们家 我画个图吧 好吧 画个图 画个图就懂了 假设这是我们家啊 这是你们家哈 大家的家啊 啊 然后红色的啊 红色的这个是外界的建筑物 可能我他到了 我们家可能住在这里吧 好吧 我们家住在这里 红色这一户 啊 然后到 这算啊 这是卸算 他在外界突然凸出一块 啊 比如这块卡凸出个空调外基 正对着我们家窗户 这就叫情悬上 能不能明白啊 所以现在好的楼房 你还会发现 好的开发商 他会把这空调外基啊 单独做这么一整面的墙 他不是单独突出来一个 他一整面 是不是啊 所有这一户空调外基全放在这 能不能懂 老事的你就抠个空调外基 卡冲过来了吗 对不对 正常的楼面是平的 你只要突出于突突物于楼面之外的东西都算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 尽量大家能封阳台封阳台 特别是那种 特别是那种你这个 你们家这个楼间距比较近的 把阳台封了 不但有助于你们家私密性 他还不形成煞 好吧 啊 在这里的哈 那么 顶心煞 顶心煞 就是你们刚才很多人的理解吧 他是往上顶的 就是柱状 可能有的人是这样的哈 蓝色的是家啊 然后红色的是外界建筑物 你外边有个小平房 有没有见过这种的呀 有的小平房是不是爱用个天线啊 或者给楼上个插个旗 起杆啊 或者家里 或者他给他个小平房上面弄个电线杆的呀 有没有啊 广州什么农村大吧 哈哈 白云区潘云区那边的这么建的多哈 啊 他个头上 他个头上给你来一个这个 给你建一个建筑物 或者建个旗杆在这 啊 然后你们家正好在这个旗杆之上 高层 顶到你了呀 顶心煞 好吧 顶心煞 嗯 这种情况啊 你们家一百米以内 我没额外说的 就是你们家一百米以内 对烟囱也算 高于 低于你们家的烟囱 你会发现那个烟囱 正好顶着你们家 嗯 下节课告诉你怎么办 别着急 问怎么办呢 就明显就是自己家里有的 着急了哈 别着急 下节课再说 延迟等待一下 好吧 延迟获得一下 嗯 无公煞 就是你们自己家前面的下水管道 如无公状哈 什么无公状呢 就是乱 明白吧 乱且多 这种这种排水在国内不常见 在国内大城市不常见 对不对 正常来讲 国内大城市规划的 地下下水道规划的还是挺好 嗯 海水哈 下水管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 有你也不知道 有我也不知道 我看我我给别人看风水很少去翻他们家楼底下的样子 嗯 一百米以外关系不大哈 探头上 哎探头上 就是 你这个 怎么说呢 你这个你你宅钱呀 就你们家前面我给你们画个图吧 嗯 听说过鬼探头吗 我想这个怎么画 这个 你们家的房屋是这样子 好吧 这样子的一个房屋 这样的一个楼 你画个立体的你们就知道 你买 是这个 换个 换这个 这是家里的楼 好吧 自己家住的 然后呢 一般来说现在城里的房子 都比较密 好吧 啊 家里的房子都比较密哈 你你如果是你你宅子挣钱房 就这个只算你在你你们家周边的房屋了 就不是说你隔了老远还有 就你们家临近的 能够一家临近的最临近的就比你们家最南边的 你们家一南边一出去就看到这种楼 还有最北边最东边最西边等等等等的 最临近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多少多少米的差距 好吧 没有多少多少米的差距哈 然后呢你们家后边或者前面或者有一面 他有一栋楼啊 是高出来一截 比如这楼是这样子的吧 啊 比你家要窄一点啊 或者比你家要宽一点 这个无所谓了 啊 探出一截头来 能不能懂啊 探出一截头来 就明显高出一截 在探头上就你往前面一看就看见哎 这楼露出半蓝 啊 本地本地地标建筑那没办法了 你也拆不了 呵 对不是啊 啊 这种情况还是不好 或者说有一个山头 山头比你们家高一点 正好就高出那一点 就不好 嗯 干嘛呢 就容易 嗯 就是容易出这种小孩哈 你小孩在这里容易犯盗窃啊 偷东西 喜欢偷东西 偷家里钱 偷外边钱 嗯 明白吧 摄像头 摄像 往头上摄 哪有这种楼 哪有这种楼 就别的楼搭到你们家楼头上了吗 没听说过这种啥 好吧 没见过这种哈 啊 不对 摄像头 好家伙 你能不能把字打明白点 你告诉我摄像头 我说 摄像谁的头 我也给我整蒙了 摄像头不算 就算气 加电 那气太小了 那咋点 摄像头 好家伙 我说这个这个房屋 你说建房子还是建火箭子 摄像头 金子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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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们整服了 一天给我整邪音梗 是不是 金子煞 金子煞 宅前有建筑物 顶不成三角形的 知道吧 就凡是三角形的 都算金子煞 这个这个也不少 现在建房子建的位置 从外边看 我小学建的多漂亮啊 是不是啊 你看都是欧式的啊 各克风格的顶 尖头 是不是 多了去了 金子煞常犯的什么呢 你前面矮的那些给不犯 啊 你有些楼 有些小学建的啊 每个小学头上都是尖的 你后边有一排高层 前面有一排低层 对不对 是不是 各位啊 你低层的对高层犯碳头是啥 不是 金子是啥 高层的对低头犯不上 低对矮的 以下工上的 碳能也是三角形的 还有天线 天线也是三角形的 好吧 都是比你低的 你从楼上一望 你从你窗前一望 底下有尖的东西 那就都算了 好吧 哎 然后井子上 啊 你刚才有人问了 对于开井的问题 好吧 啊 还有天井的问题 楼和门的正面 啊 井上 一个是开井 一个是天井 对 对 一般来说 这些用井是天井采光的都是 真的就是钢区钢区房了 这个我没说错吧 各位啊 用井子天井是采光的楼都是钢区房 四川有一个 有个地方 那个房子 哎我忘了是哪了 忘了我在成都 我去过看的 成都 他见的 我的妈呀 嗯 连在一起的那个房子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没封口的口子 你从辅职头上来看这个房子是这样子 见过没有 见过没有 他房子中间采光去全指的中间这个大天井 井上 观送是非 呃 观送是非 你们就能发现你住在这个井沙当中的 你住在这两头的人还行 你住在这个井沙这两头的人还行吧 你要住在里边的 住在里边这一层的人 你会明显发现一个问题 七大姑八大姨的每天 对不对 经常就这里边人就正常 哎大部分的就可能就说 哎每天就七大姑八大姨的 反正为凡事所去困扰 啊 是在这 嗯 四合院 对四合院这也有点算 嗯 四合院算院 啊 算院 明白吧 他这个天井是 独立的是楼宇的天井 四合院的天井深不深啊 四合院天井你怎么楼没多高 他就没多深 他够不成那种井 好吧 够不成那种井的概念 这个井要深 你大门正面开井 那个井下去深不深 很深啊 好吧 嗯 他要深的哈 十五米吧 对门上 原型的天井也算啊 出门了 这个咱们班十个林里边有五六个这些码头犯这个啥 对门上 就是你一开门 你就你你家里一出门 对面一出门 你们俩能互相给自己家里边看个看个几条天 是不是啊 你们俩在那边互相处 呃 这种犯的是很多的 好吧 退财 退财 什么叫退财你们知道 什么叫破财啊 退财就是你本来有的财运 你走走到一个上 没想到你们家能赚到钱 赚到一定钱了 他本来应该到这个点啊 到我抬头文的这个点 他才他才往下 他才往下走下步路 结果你退财 你走刚走到我眉毛这就下 他就下手了 明白吧 呃 对门无名也算 一梯两户当中就算 呃 一梯两户当中就算 或者两梯两户都算 这种情况哈 呃 对门傻 对楼梯防火门也算 对楼梯防火门也算 配电房的门也算 只要是门就算 好吧 只要是门就算 那么串门傻 串门上就是三重门互相对 这个基本上很少 现在 以前你住棚户区吧 好不大杂院吧 有现在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这种情况哈 三重门门户相对的 基本上是不存在 现在很少有 串门上 好吧 嗯 在这里 你们把这节课学到第十八个 下节课呢 把这个刑杀之话 还有化解方式讲完 再给你们 把一些个 之前没有掌握的哈 你包括你们问的那些个东西 收收尾 好不好啊 嗯 这节课讲的其实也快了 正常来讲 讲到行杀之话 第一样讲完 嗯 好吧 下课哈 好吧 班主任应该已经给你们在里边发了 我让你们班主任去发一下 好吧 没发的你就跟班主任要一下 那个关于十二十二十二地质公位的图 好吧 嗯 将来你们要是想学资斗的话 这个公位对于你们来说也很重要 嗯 下课啊 下课